詞曲 李宗盛 有少年人跨起奈隆的進行 壓迫人越少 奈隆的家俗 親人 紀錦費 副董事長 國際董事長 國際董事長 國際奈隆的好朋友 副主席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太陽好 這奈隆的故事呢 是一個英雄的故事 但是還是一個燈當的故事 對於他的親人 對他的好朋友來說 畢竟這是一個負責的死命 在黑中 粉燒的故事 所以 過去 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 家俗紀錦費 算是很低調 大家在這裡去掩 在這裡面臨 紀錦費 副主席我們剛才聽了 康董事長報告 做很多事情 保存的工作 準備的事情都做得很好 這個 我怕你們 是要來回應 康董事長剛才說的 就是說 要如何讓年輕人 看見哪一攏的事情 我們首先不討論 大家的生活方向是一樣的 因為畢竟 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 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小孩子 已經讀大學 那竹梅已經結婚 很多年輕人他們從網路 從書籍 從各種資料中他們 看到哪一攏 他們去了解鄭哪一攏先生 但是我們要讓年輕的一代 了解什麼樣的精神 那今天呢 我是分享我自己的一個看法 我相信這個真正哪一攏的精神 應該記錦費 去精力出來 作為我們台灣 口貴的一個祝禪 因為我個人是這樣想 世界 唯大的文化和文明 都是對 世的歡性出反 不管是佛教 說世名的無雄 基督教 說世還在服務 還是武士道 日本的武士道 說世的美學 其實都是對世 歡性之後 年後很深刻 去體會生命的意義 那我們台灣的文化其實缺乏 這個對蛇反省 我們台灣人就是說 黑心不可以黑死 這個好死不如拍死 就是說這個換下去 甚至說我長生 要換下去 這是我們的關聯 所以我們沒有對這個死的翻現 但是 對我個人來說 有一個很親切的印象 其實 來龍 在一九百九年 四個垂直發生 第二次的情 二十天 葉吉蘭女士跟祖美 去外島安慰我的太太 因為三個十一天 就多八個特務 跟那個 警察 衝入我家 要把我抓 這樣 但是我 沒有選擇 來龍 這個作法 沒有勇氣 選擇作法 說起來 我是拖頭 很卑微的拖頭 所以 結果 來龍 就是發生 我本來的我的祭祀 附上 寫了一個疑問 就是說 這樣換下去 換下去 這四名到底是 有什麼意義 這樣 這隨著時間經過 現在都共共要到 平均送命年齡了 開始覺得這個事情 很偏偏 就是說 有一天 在天上 快到來龍 的時候 來龍可能會問 你多幾十個月 有什麼意義 你做什麼 你對人類做什麼 你對台灣做什麼 你對地球做什麼 你對環境做什麼 我們如果說 被生命拖著手 我 醉生夢死 這樣 換到死 換的意義在哪裡 這就是 對死 來歡心生命的意義 只有這樣的 環境 我們生命 才會提升 覺得每一天 都會距離 每一天都無愧於我們的生命 我感覺 這來龍 這事件 我夠了 我相信 讓我們的台灣 應該去翻新 這個死 的問題 和死命的跡代 所以我們 不是在說 過死健身 說大家來 給來龍都會死 不是 我們是說 生命是很珍貴的 但你要活著有意義 不然你跟死一樣 對這個生命的珍貴 第二個層次在說 死命這麼快 為什麼要犧牲死命 要去做什麼 就是 所有和尊嚴 無價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 退回來龍的精神 就是說 沒有自由 霧寧死 這句話是很多人說的 他說 自由 和尊嚴 比死命更重要 這大家他們都說 但是不是每個人 包括我 做得到 說你沒有實踐 沒有 我就實踐 沒有 說要怎麼證明 自由是比死命更多 來龍做一個證明 他說他的死命做證明 我說這點不是 每個人都做不到 這就是 誰說是我們 台灣人的 煮煽 他說我們台灣的文化 因為來龍這個事件 我們有一個跳躍的提升 有一個昇華 其實世界有很多這種故事 中國可以說 黃花崗 烈士 那很偉大 不怕死 不過死不是他的選點 死不再算死 日本說西鄉龍勝 也很偉大 人家夠口輸功了 但西鄉龍勝的死 也不是他的選擇 他在他的槍銀彈儀中被包圍 他全身受傷 他死 中國有說文天翔 捨身起義 文天翔是全個角角來 是我們死 但是他是 視死如歸 所以他特別感到威大 但是死不是他的選點 他不是選擇死 是別人替他選的死 不過以視死如歸 他就修喚了 我們生物的本能 所以我們對他感到欽佩 身形來說 蘇格拉底的死 還是真死的話 大家覺得蘇格拉底的死 他喝獨油 真正的死 但蘇格拉底的死 也不是他選擇的 你知道嗎 他是被選擇還是死 但蘇格拉底的死 是選擇 這點是 跟所有 剛才說的 這些威大的角色不一樣 就是說蘇格拉底的死 他也不是被打死 他也不是去反死罪 但是他選擇死 所以我們說他訓導 我們沒有人說他自殺 像蘇格拉底也沒有人說他自殺 因為自殺 有人說是畏罪 或是飲酒 自殺 畏罪 因為他是選擇 選擇 這個東西 就是 克服了死亡的恐懼 和威脅 這是生物的本能 是我的本能 還是我們大部人的本能 但是他超越了 他超越了 所以他在我們台灣文化的地基上 訂定了一個很深厚的基礎 很深厚的基礎 讓我們 可以跟世界所有的文明 我們跟他比較的時候 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台灣出了一個政安隆 鄭南隆 他為了中央 他要堅持自由 他選擇 希望 希望這點是很高貴的 所以我是說其實我們不用再低調 我們基金會我聽起來已經做好準備 我們就應該大張其苦去全國去全團 鎮南農的精神 鎮南農已經做到可以做的 所以這個人心要團肉已經沒辦法 加速已經犧牲了 他們要犧牲的 基金會我剛才聽 點點 某某也是做到應該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一定要再擴大這個基礎 像鎮南農剛才說的這個精神 我們要進入我們台灣的歷史 甚至世界文明裡面讓它有一席之地 這樣呢 我們既然鎮南農 我們要記得我們的生命 我們要換下去的 我們有一天也很快 我們要趕到鎮南農 他問說等你換你幾十年做什麼 然後做很多人跟他說 我們有種生命的價值 我們讓世界人 讓眾生 讓更多的人了解 生命 不是可以呼吸 能吃東西就是生命 你有沒有活著 有一個人在問說 有一個人在問說 啊醫生 我要怎麼打 這疼那疼 我不知道會死還是會死 一體跟一體跟一體跟他講 你不要煩惱 你會死還是會死 你的煩惱是你有換到 你有沒有曾經活過 你若是最深門時 我們若是讓我們的歷史 埋沒在荒潮之中 這樣我們的生命 我們換下去的價值 其實是不存在的 洋這點呢 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說 未來的一年 未來的兩年 未來的一段歲月 我們可以看到鎮南農的這種情形 在航空 在社會 普遍 比林伯 被認識 被宣傳 被肯定 成為我們台灣精神 可貴的一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對我們來說 南農一直都活著